男人穿成书里的作死炮灰割 开局就被反派做到瞳孔失胶 被吃干抹镜后 男人顾不得身上传来的不适感 试图寻找能藏身的地方 因为他俩马上就要被捉奸在床了 熟知剧情的他可不想嫁给反派 最后落得个事故无存的惨状 见状 莫长明处着脑袋悠哉地问男人 为什么要躲 闻言蓝慈归一脸无语 出了这种事对他 以及父亲的名声是锦上添花吗 那是花上拉屎 莫长明被他的形容逗得扯了下嘴角 他穿着礼衣下床靠近 下一秒蓝慈归就被搂住腰 飞到了屋子的横梁上 莫长明瞧着那双寒情掩护的亮起 脖子间还带着一些红痕 喉咙忽然有些痒 但上面我来除了 说完 他下去拿出火折子点上了趣味的熏香 并把丝成条状的衣物塞进被子里 见状 莫长明手握成拳放嘴边咳了一声 是他过于梦浪了 在他整理好衣服时 门外传来了声音 就在这里 奴婢不知道是不是看错或是听错 定南大将军的夫人掷地有声道 本夫人倒要看看是哪家这般不知检点 在我将军府的庆功宴上苟合 他正要让家奴去推门时 门却忽然打开了 将夫人脸色一变连忙行李见过招臣世子 其余看热闹的人纷纷变了脸色 竟是当今圣上最宠幸的招臣世子 莫长明站在那神情淡漠却带着压迫 本世子最久在此处歇息各位夫人有事吗 将夫人最先反应过来 给身旁的嬷嬷使了个眼神 嬷嬷便转身打了那个婢女一巴掌 他这才接着有些歉意 世子见谅都是家中奴婢不懂事 这才惊扰了世子 那个婢女连忙捂着脸归地求肉 将夫人陪笑着道歉 让他继续休息便带着人离开了 莫长明汉手便把门给关上 随后开口道人走了 蓝瓷龟连忙坐起来 居高临下和莫长明对上视线 然后他发现莫长明视线往下移了些 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 耳朵和脸色仗红不已 迅速拢过衣服 瞪了他一眼 他只来得及披了一件外衣 腿被风吹着有些凉快 莫长明不自然地转过身 他并非是有意的 蓝瓷龟看了下自己的位置有些凶难 你能不能把我送下去 话落 莫长明轻功飞上来搂过他的腰带下去 下来后他就松开手往后退了几步 两人保持着安全距离 蓝瓷龟掀开被子找自己的衣服却被他拦住 我让人送一套新的过来 蓝瓷龟想了一下敏唇有些脸热 能是一模一样的吗 这是自然 你先在这个房间待一会 我去给你拿衣服 说完 他便一把抓过藏在被子里的衣服出了门 蓝瓷龟拢了一下衣服坐在床上 开始思考现在的处境 在原著中两人因为这一场算计 被众人抓奸声明狼极下只能成婚 成婚后莫长明对他没有感情 而在婚后的他变成一种可怕的控制语 以及得不到就毁掉的想法 和主角宫兽联合起来破坏莫长明的计划 最后主角兽觉得他过于无情无义 便把他杀了 蓝瓷龟一下子瘫在床上 困意涌上来 他索性扒拉下被子盖在身上睡了过去 莫长明拿着衣服回来时 发现他已经睡着还发出细微憨声 把衣服放在枕边 然后坐在桌子边开始细细思虑这件事 此事应该与那人有关 容国功夫不站队 而皇上又对他十分重视 那人为了铲除一己算计他 这种事情对于对他的名声所坏 不过就是变成一段风流运势 再不及也只是让他无法用婚事 可别的世家连少 可却平白让无辜的人遭殃 蓝瓷龟养足了些精神后便醒了过来 他翻了个身就看到坐在椅子上的莫长明 瞬间坐起身来 外袍滑落尖头露出白皙的皮肤 上面还有一些亲子的痕迹 莫长明像是被烫到一样转开视线 蓝瓷龟拿起衣服发现自己根本不会穿 犹豫着开口叫了他一声 见状 莫长明回头唇半抿了一下 闭了闭眼 最后走过去帮着他重新穿好衣服 穿戴十分整齐厚的蓝瓷龟 与刚刚有些蓝散诱人的样子有些不同 现在的他相貌俊美 额间属于哥的红质十分鲜红 心思批散令人惊艳 莫长明收回视线从怀中掏出药品 因为中了药若我有伤到你的地方 这瓶药你可以拿过去涂一下 蓝瓷龟深吸一口气接下那瓶药 就命他一开始以为是在做梦才会配 气氛变得有些奇怪 蓝瓷龟实在不想待下去了便想走 当他打开房门时 莫长明忽然郑重道 本世子会负责 蓝瓷龟想也不想便直接拒绝 现在的他只想离这个地方远远的 小心地避开所有人 来到停靠在将军府外的马车上 是从云河本来昏昏欲睡 忽然看见他家主子回来立马清醒过来 郎君宁可算是回来了 表少爷怎么说 他上前去把蓝瓷龟扶上马车 蓝瓷龟坐上软电表情有一些难可 可能是伤到了 那人怎么看着文之彬彬的 怎么踏上却四遍了的人 他将那些不可描述的记忆抛在脑后 开始回忆剧情 原助理 蓝瓷龟因为他爹后娶的侧君 想把他献给狸王做事情 给他那弟弟当殿脚时 蓝瓷龟不愿意任命 因此他就想借这个宴席和表哥求救 但是却意外被卷进太子和莫长明的纷争中 叹了口气 回到蓝府时 侧君和那弟弟蓝瓷苗应该还在宴席上 没人管他也就没人找茬 顺利地洗了个澡 带着能够穿回去的美好愿望进入梦乡 结果在梦里见到了原文中的蓝瓷龟 以为他是来要回身体的变开开心心的 快回你的身体里去 蓝瓷龟先太一步开口 我并不想回去 也不喜欢那个世界和那些人 你在那边已经猝死 尸体已经发烂发臭回不去了 但你的存款已转变为这个世界的情 所以你要么也如我一般去投胎 要么就在这个世界代替我活下去 蓝瓷龟深吸一口气 为了他奋斗那么多年的存款他人 别说了你放心投胎把我来继续当牛马 蓝瓷龟有些不理解 但也没说什么只是有些犹豫 能不能请你帮我照顾好姐姐 在得到蓝瓷龟的同意后 下一秒他便如萤火般消散 蓝瓷龟也休得一下坐了起来 神情有些违离不振 他迅速调整了自己的心态 秉着寄来之则安知他再次沉沉睡去 而莫长明则是坐在椅子上 看着下属调查出来的东西 在看完了那些纸张记录 关于蓝瓷龟的时候 脑子里忽然闪现两人之前的混乱画面 呼出一口玉气 然后朝着他母妃院子去 叶王妃正拿着一些画像细细查看 莫长明便走进来喊了他一声 叶王妃招呼着他坐下 莫长明整理了一下衣服坐在椅子上 看着他这手里的模样 叶王妃揉了下眉心 母妃是想让你来看看这些画像 看看有没有众议之人 你也年纪不小了 莫长明认认真听完了叶王妃训话后 沉默了一会儿这才开口到自己要成婚 闻言 叶王妃差点被糕点呛到 喝了一口茶缓过来后惊讶 你刚刚不是没有看上的人吗 莫长明站起来对着他郑总统 儿子想和礼部尚书兰加戈兰辞归成婚 望父王和母妃上门提亲 叶王妃极为感兴趣 什么时候的事啊 居然这般不声不响 都到了两情相悦可以成婚的地步 现在才告诉母妃 怎么是怕母妃棒打鸳鸯不成 只要你喜欢没有什么大的问题 母妃巴不得你早点成婚呢 莫长明看着他脸上的喜悦 梅将原委道出只是干巴巴地说了句 七月将军府宴上一见钟情 叶王妃无嘴呵呵笑起来 看不出来你这孩子 居然也学着话本里一见钟情 母妃和你父王一定帮你上门提亲 正巧下人来报王爷回来 便告辞找他父王商量事情去了 叶王妃解决了自己儿子的婚姻大事后 心情不知道有多好汗手点头 叶王端坐在椅子上 看着儿子很是满意 莫长明把来龙去脉都说了一遍 叶王一拍桌子震怒 荒唐你给我跪下 你竟是连那种下座手段都没躲掉 还坏了兰家哥的清白 莫长明低下头跪在地上任由他训斥 叶王骂完之后 看了眼跪在地上的儿子眼里道 此时你打算如何处置 闻言 莫长明到成婚 叶王这才消了些气 也好解决了你母亲心上的一桩大事 但今天这是你没了规矩去祠堂领食店 莫长明沉声应响 正当他要站起来打算去祠堂时 又听见叶王说了一句 进而他好歹是你表兄 下手时顾一下圣上的情面 莫长明的动作一顿 没回叶王的话沉默着走了 第二日清晨 蓝瓷龟站在床边叹了口气 生物中定型已经睡不着了 舒西打扮开心地吃了一顿早餐后 林侧君便请人来喊他过去一趟 来到院门时就听到里面传出的声音 虽在抱怨可是话语里的宠爱分毫不及 老爷您别老惯着苗苗 苗苗这孩子还小可不得灌着些 闻言 蓝瓷龟挑眉这不就是他那个便宜老爹 合着这林侧君一大早喊他过来 是为了看他们一家三口 林侧君看见嬷嬷给他递了个眼神 倒了一杯茶给兰府 老爷黎王府的人传来话 说是黎王对二郎君青睐有加 兰府接过茶 雌龟那孩子做王妃 林侧君有些为难 黎王妃才去世不过两院 若是娶为王妃 难不成是侧君 兰府才说完自己就摇头 不可不可 蓝瓷龟是狄狼君怎可去做侧君 在外面听见这些话的 蓝瓷龟差点笑出来 这便宜老爹的情商真低 蓝瓷秒从另外一边走来 看见他站在门口走上前 想挽起他的手 二哥怎么在门口不进去呢 蓝瓷龟躲开了他凑过来的手 现一步进了院子 留下蓝瓷秒愣在原地 见蓝瓷龟进来后 林侧君便朝他招手 他脸上挂着虚伪的笑 蓝瓷和秒秒来了快走 这两孩子感情真深还是一起来的 蓝瓷龟冷眼看着他不就是妆吗 谁不会变开口道 父亲宁可不知道 昨日我去将军府赴宴的时候 就听到齐夫人在谈论这事呢 说是只有那些黑心肝 不是自己轻生的才会将自家小姐哥嫁进去 闻言 林侧君脸色十分难看 蓝瓷也有些不自然可了一些 你这孩子怎么说话呢 蓝瓷龟一脸无辜 阿克这是齐夫人说的爱 蓝瓷秒跟在后面 听到他这话连忙上前打圆场 二哥和父亲母亲说笑呢 没说笑啊 齐夫人说的时候 弟弟不是也在场吗 哼着台阶谁都别想想 林侧君和蓝瓷的目光转到蓝瓷秒身上 他怎么说也是元书主角兽 多少也是有些才智在身上 索性就转移了话题 说是他说错了话才能让太子点拧走 果然 蓝瓷他当即黑脸责问 渺渺渺说的可是真的 林侧君也加把揮 太子殿下生气了 老爷您别怪慈龟他还小 蓝瓷文言更气了 渺渺比他小 怎么就得了太子殿下的青睐呢 见他们一唱一唱 蓝瓷龟慢悠悠地给自己倒了背场 父亲这么大把年纪了 还是不要动怒为好 蓝瓷看着他这悠闲模样更轻 你真是越来越放肆了 蓝瓷龟处着脑袋看向蓝瓷秒 太子没有会错我的意 而是弟弟会错了太子的意 那是太子让我离开 只是要和弟弟互诉中长 我在那不就打扰了吗 蓝瓷秒一下子脸就通红 二哥怎可胡说 我没胡说呀 这是招臣世子与我讲的 闻言 蓝瓷和林侧君看着蓝瓷秒的饭 已经信了大半 蓝瓷秒当即就被两个人拉着问东问西 他被问得也不知怎么回答 太子殿下的确对他有意 可也没到一定会把他娶为太子妃 他只能尽力掩饰 但那种少男怀春模样根本蛮不过二人 两人都十分开心 连蓝瓷龟什么时候走的都不知道 回到院子后蓝瓷龟开始翻箱倒柜 他翻着一个箱子抬起头 云河我平日会把自己的银子放在哪 云河恍然大悟 郎君可以直接吩咐云河的 然后翻开另一个箱子把一些紧端搬开 拿出压在下面的盒子 当时郎君说 这些是要日后存起来给自己当嫁妆的 蓝瓷龟双眼放光地借过云河手中的盒子 这是让他觉得最安慰的事情 动作大了点扯到大肚 有点酸爽忘记擦药了 他缓了一下 这才打开盒子看着里面的云条 嘴角咧的都快到太阳雪了 他要想个办法离开这个是非中心 不然怎么这都会被扯进去 尤其是他和莫长明发生了那种关系 所以得趁早做打算 云河想起了在林侧君门口听到的那些话 有些担忧 郎君若是侧君和老爷在说道说道 真把宁家给狸王做侧君 这可如何是好 蓝瓷龟放下自己的存钱和 放心真要跑一定把你俩带上 传到桥头自然指 他打算换个衣服出头门 云河拿了一个香囊正要给他佩戴时 蓝瓷龟往后退了一大步 想起这正是蓝瓷苗给放了崔情耀的香囊 开口道换一个你们用的香囊 沈国的习俗有些不同 男子必须佩戴鱼 而哥和小姐必须佩戴香囊 宇佳当即上前一步 把香囊拿过来扔在一边 然后再掏掏自己的荷包 拿出一个新的香囊 三人很快就出了门 要想做生意首先得了解市场 做好市场调研找准定位 蓝瓷龟首先将目标放在了胭脂水粉上 于是云河和宇佳 打算带着他去最受欢迎的千方格 一路走来 蓝瓷龟觉得路边的人 看他的眼光都很乖 他连忙走到一旁问云河和宇佳 难不成是我牙缝里卡菜了 云河和宇佳摇头 蓝瓷龟有些不急 那他们为什么看我 云河很自然的 郎君的容貌在沈国美人榜排行第三 那些人自然恨不得多看机 蓝瓷龟柔柔眉心面上出现愁 这个美人榜不知道是谁排的名 但是在民间广为流传 越来越多的人集中 蓝瓷龟连忙带着二人加快速度走 到了千方格后 这种情况才稍微好一些 小二带着蓝瓷龟来到了二楼的展台处 拿起一款口汁递给他 您看这口汁的颜色极为粉嫩 定能让您的容貌更上一层楼 蓝瓷龟拿着这死亡八笔粉的口汁陷入了沉默 他放下了 问还有其他颜色吗 小二又给他介绍另一半 等看完了大致的一些东西后 蓝瓷龟就对自己的小本生意有了想法 正打算去其他家也看看时 身后传来声音 王爷人家想要买这个 互作娇柔的声音让人鸡皮疙瘩都能起 蓝瓷龟打了个哆嗦 正转身准备走 但是他的气质和容貌在人群中格外嫌疑 蓝瓷龙一眼就看呆了让他心痒痒 府里的人已经把话传过去 不知道那个蓝尚书怎么考虑的 做他堂堂蓝瓷龙的侧君 这是他们蓝府上辈子修来的福分 蓝瓷龟感受到了他的视线 正要加快速度走人 却在经过蓝瓷龙身边时被他一把抓住袖子 蓝瓷龙怎么走这么急啊 见了本王都不打个招呼吗 蓝瓷龟很快抽出自己的衣角退后几步 见过王爷我还有急事就先走了 蓝瓷龙一挥手 身边的侍卫便把离开的路挡住 蓝瓷先别走啊 看上什么了本王给拎了 他看着蓝瓷龙冷淡的眉眼越看越馋 放开了怀里的视线往前走了几度 云河和羽加连忙挡在蓝瓷龙前面 蓝瓷龙的视线被挡住脸色变得极为不悦 来人把他们给本王拉开 侍卫刚要有动作 蓝瓷龙上前一步把两人拉到身后 王爷不是问我看上了什么吗 那我若是看上了王爷都会结账吗 离王身边那个侍卸一下子就吃笑出声 远也是的爱慕虚荣的人 离王看见蓝瓷龙时眼神又变得色眯眯的 恨不得上手了 只要每人你喜欢的 我都会买来送你 蓝瓷龙一个悬身避开他的手 对于那个侍卸的话根本不在乎 手指一划几乎把千方格东西都指了一遍 掌柜的脸都快笑成一朵花了 离王脸色则越变越难看 他虽然有钱 但就是一个闲散王爷没有任何视权在手 若是整个千方格的东西 恐怕要把他的离王府掏空 蓝瓷龙心情很好的指纹 手无嘴故作惊讶 把没注意居然想要的有这么多 王爷不会买不起吧 那刚刚为何还要拦下我的路呢 离王还没说话 侍卸快要被气死了 当即插着腰质问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不成你觉得王爷拿不出来这点钱吗 闻言 蓝瓷龜挑眉一问 那王爷怎么不说话了 离王嘴巴张了又张眼盯着蓝瓷龜 转头就给了侍卸一巴掌 随后阴沉着脸急步上前靠近蓝瓷龜 这时 一道有些熟悉的声音响起 五皇叔近日可好 蓝瓷龜看着走下楼梯的人松了口气 离王一改阴沉的神色看向走来的莫长明 长明怎么在这 莫长明带着苏林缓步走到几人面前 母亲听闻千方格出了一款新的胭脂 离王哈哈一笑 长明果然是最孝顺的 莫长明扫了一眼蓝瓷龜微微汗水 蓝瓷龜叫了他一声 只听莫长明又接着对离王说 来的路上 这儿看见赵伯公的马车往离王府的方向去 离王精的呼吸都一致 然后有些不甘地看了一眼蓝瓷龜 来不及管是泄气匆匆匆就走了 蓝瓷龜有些惊讶 这离王怎么一听赵伯公就走了 随后抬眼看了一下莫长明 便带着云河和宇嘉走了 莫长明看着蓝瓷龜快走的身影 又看了眼苏灵 苏灵当即明白自家主族的意思追了出去 蓝瓷龜走到一半就被苏灵拦了下来 然后被请到了一家酒 雅间内莫长明坐在他的对面 倒了一杯茶 蓝瓷龜单独面对这人有些尴尬 不过这人把他喊来 却在这一直给他倒茶喝 也不说话倒地是什么意思 为了让自己的膀胱主动开口道歉 不过离王怎会一听到赵伯公就急着走了吗 莫长明掀起眼帘注视着他 你不想他走吗 赵伯公是已是黎王妃的兄长 那他就明白了 这黎王心虚 黎王妃的去世有蹊跷 蓝瓷龜接着问 世子约我到这里来所为何事 所为婚事 蓝瓷龜猛地抬头 他不解地指着莫长明又指向自己 莫长明看着他点了头说会负责的 我会负责 蓝瓷龜看着他认真的样子 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我想一下 莫长明看出来他不愿 可蓝瓷龜失身于他 他没办法做到当这件事情没有发生 若是不小心有了孩子呢 为了把这些不确定因素扼杀 两人的婚事必定要进行 黎王虽没权 但他怎么也是皇家中人 以他刚刚那种态度 对你的觊觎之心必定是不会打消的 你们府里的灵侧君也是不省心 闻言 蓝瓷龜知道他说的不无道理 所以现在的最优解就是和莫长明成婚 只要他不去做那些做死的事情 按照莫长明的性格 两人也可以和睦相处 到时若自己真的要做生意 还有夜王府做靠山 这么一想还挺不错 蓝瓷龜想通后便问他何时上门提亲 明日若是你着急今日或许有些匆忙 蓝瓷龜摆摆手那就今日吧 莫长明想了一下点头 然后便起身离去 蓝瓷龜也回了蓝府 苏林跟着主子出门 只听蓝府吩咐他 以速回府告诉母亲和父亲去蓝府提亲 闻言 苏林硬下便运起轻功往夜王府而去 而莫长明起码往皇宫而去 进了宫后不费什么吹灰之力 便求到了一道赐婚的圣旨 想起殿内皇上打去他的话 没想到进而居然会对人一见钟情 再见清心镇还从未见你有如此急迫之事 若是镇不应你这要求 那岂不是拆散了一对家傲 莫长明看着手里的圣旨眼神变得忧生 悬身骑上马就出宫了 蓝府 蓝瓷龜才回到府内 管家皮笑肉不笑地对他道 二郎君老爷请民过去一趟 结果才到大厅门砍处 一个茶盏就被砸了过来 若不是他反应快及时缩回了脚 那滚烫的茶水就悉数洒在他脚背上 蓝瓷龜看像坐在主位的便宜爹 这个便宜爹怕不是有造狂症 你还敢回来 他跨过那一堆破碎的瓷器走进大厅 为什么不敢呢 你都敢活着我当然敢回来 林侧君坐在蓝府旁边幸灾乐祸地看着 蓝瓷龜不带怕的 反正他不会委屈自己 这蓝府刚刚都要拿茶盏砸他了 还想指望他好好说话 蓝府指着他 你这逆子怎能在大厅广众之下勾引一枉 听着那些闲言碎语 他脸都要被真逆子丢光了 林侧君轻轻拍着他的后背 老爷不要与瓷龜置气 瓷龜自小就是这般性子 闻言 蓝瓷龜脸色一下子冷了下来扯动嘴角 那还是林侧君以身作则教的好 侧君什么性子我不就有样学样 分明是那离王纠缠不休 父亲真是耳隆眼瞎觉得是我勾引 他语气缓缓 说出的话差点把蓝夫气个升天 来人给我请加法 云河一下子跪在地上 老爷郎君是冤枉的 宇佳却是挡在蓝瓷龜面前 很凶地看着朝他们走近的家奴 林侧君看着这场景勾起嘴角 他倒要看看今日这人要怎么逃过家 男人刚穿越就被做到瞳孔失胶 被反派吃干抹镜后还想对他负责 为此还专门进攻求取一道圣旨 就在蓝夫即将要给蓝蓝加法时 蓝蓝冷眼看着不断走近的家奴 慢慢说出一个地方和一个人名 鼻花向袁射军 蓝府和林侧君的脸色变了极为难看 蓝瓷龜看着两人有些慌张 想听我继续说下去吗 蓝府急忙阻止慢 若是我被罚了心存怨念 改日有些事情可就传遍大街小巷了 林侧君不敢说话生怕老爷察觉到什么 只能在蓝府背后瞪着蓝瓷龜 警告他不要乱说话 蓝瓷龜端起茶杯细细品尝 果然还是这种时候的茶最好喝 蓝府吐出一口玉气 罢了看在你知错能改的份上加法就灭了 这几日你都不得出府 还没等蓝瓷龜接着说话 小巷便急匆匆地进来 老爷老爷招臣世子带着圣旨上门 莫长明大踏步走进来 蓝府众人皆知 蓝府忙从主位上下来 赢了过去跪在地上 蓝瓷龜和莫长明对上一眼 这万恶的社会他也得跪 奉天承运皇帝赵约 招臣世子莫长明宗务朝端正术有了 礼部尚书之子蓝瓷龜才得艰行妙龄之年 担心沐月集成梁西朱莲碧和锦唐此夜 与世子堪称天造地设家偶天成 特此次婚为世子妃有私择日主者施行 蓝府众人皆谢恩 蓝府本来都想同意侧君的建议 把蓝瓷龜献给李王了 没想到这突然一下子就变成了世子妃 他连忙想要去接过圣旨 结果莫长明直接绕过他把圣旨递给蓝瓷龜 蓝瓷龜也不推脱直接拿了过来 在接圣旨时手指不小心触到了他的位置 莫长明只感觉皮肤有些酥麻 将手背在后面轻轻骂撒 门外再次传来小丝的声音 老爷夜王和夜王妃上门来那场 蓝府连忙收敛起不越赶忙去赢 蓝瓷龜歪头看莫长明两手准备 蓝瓷龜点头 若是他主动求皇上赐婚 李王绝不敢动什么手脚 而且世人也不会对这门婚事 对他未来的世子妃多说什么 蓝瓷龜自然想明白这一点多看了他一眼 结果两人目光刚好撞在一起 这一幕恰好被夜王妃看在眼里 哎呦这有了媳妇的儿子就是不一样 还专门进宫请了到赐婚的圣旨 蓝府忙招待着他们 王夜王妃快请上座 下官最多有怠慢还请多多见谅 夜王倒是看了一眼蓝瓷龜手里的圣旨 然后坐在了上座聊婚室 而林侧君则陪着夜王妃坐在另一边 言语很是头 夜王妃知道蓝府的情况 对他的态度也是很敷衍随口应了几句 然后笑得十分温婉 朝着莫长明和蓝瓷龜招手 孩子快眼 蓝瓷龜走到夜王妃面前行 夜王妃拉着他的手轻轻拍了拍 是个好孩子长得这般美 以后你与静儿的孩子必定也是漂亮的 蓝瓷龜有些愕然怎么就跳到孩子身上 瞬间反应过来 这个世界的哥儿好像是可以怀孕生子 那天两人也没做什么防范措施 他默默看了眼肚子 莫长明自然听到了母亲的话 也望向了他的肚子那月几次来着 把夜王他们送走后 蓝瓷促眉看向蓝瓷龜终究没说什么 带着愤恨不已的灵侧君走 云河欣喜道 太好了郎君我们不用再担心离王了 宇家没有像云河那般欣喜 只是抬头问蓝瓷龜郎君开心吗 蓝瓷龜含着笑摸摸两人的脑袋 对未来充满了期待 日子过得很快 蓝瓷龜在认真做市场调查和定位时 婚期也定了下来就在秋寻初 蓝瓷龜自然没意见尽早脱离蓝瓷 其实对他做生意会方便一些 主要是在蓝瓷 蓝瓷和灵侧君时不时就想来管他 让他学各种礼仪和绣花 蓝瓷龜看着手指上戳出来的几个血洞 再看看摆在他前面的嫁衣 决定放弃挣扎 这不是他努力就能学会的 云河看着心疼自家郎君 索性接过了绣火 蓝瓷龜感激万分 云河你是我的神 随着婚期越来越近 蓝瓷龜只能在房间里开始做他的商业计划书 顺带练练字 蓝瓷担心他还到处乱跑 索性就让人守在他房门口 其实就算没人守 蓝瓷龜也不打算出去 毕竟随着他和莫长明的婚约传出去后 引得沈国国都内众人皆哗然 几乎走到哪都能听到哪家小姐 哪家哥又心碎了 就在婚礼前一天 蓝瓷龜的亲姐蓝瓷星回来了 别看他名字那么温柔 实则是一个在战场上奋勇杀敌的女将军 闻言 蓝瓷龜听到这消息时写字的手顿住 他的母亲是男产去世 他是姐姐照顾长大 但后面因为蓝瓷星上了战场后很少回家 年幼的蓝瓷龜在林侧君的挑拨之行 认为蓝瓷星是因为母亲的死跑焰的 所以不喜欢他 在蓝瓷星偶尔归家时都躲着这个姐姐 原助理蓝瓷星在一次战场上被人背叛 死于乱箭之下 蓝瓷龜放下毛笔叹了口气 这次蓝瓷龜忽然归家应该知道他的婚事 郎君大小姐在前院等 云河从院外跑进来和蓝瓷龜说 蓝瓷龜换了身衣裳就去了前院 蓝瓷看着这个身穿战甲的女儿五味杂陈 你此次龜家打算何时再去前线 蓝蓝回门之后 他总要送这个唯一的弟弟副驾 蓝瓷点点头继续问着前线的情况 林侧君坐在一旁寄上心来 如今瓷龜要成婚了大小姐作为长姐 是否也该想想自己了吗 不然外面的人总是爱嚼舌根呢 蓝瓷龜扫了他一眼 这就不劳侧君费心了 这时 林侧君还要说些什么 听外传来声音 林侧君若是乱点我长姐的鸳鸯 那就别怪我说出什么也鸳鸯来了 蓝瓷龜带着云河走进来 蓝瓷龜一下子就僵住不敢再乱说 蓝府看他的眼神也有些奇怪 蓝瓷龜看着与往日不同的弟弟 眼睛里迸发出思念和喜悦 蓝瓷龜感受得到那种浓浓的爱意 长姐男男很想你 蓝瓷龜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他们已经很久没这么相处过 说完告退后就拉着蓝瓷龜的手离开 男男长大了 蓝瓷龜回握住他 长大了也是长姐的男男 蓝瓷龜轻轻抚摸着他的头发 眼睛又忍不住红了 若是母亲还活着定然十分开心 说完又意识到什么连忙解释 男男长姐不是那个意思 蓝瓷龜看着有些无措的蓝瓷龜拍拍他的手 我明白以前是我被人挑拨 现在不会 长姐从未怪过你 若不是我常年在外让你受了蒙蔽 那样的事情是不会发生的 蓝瓷龜知道他的抱负 也没有怪他 反而觉得这样的他让人钦佩不如 长姐还未见过我的嫁衣吧 闻言 蓝瓷龜眼睛亮一下 男男愿意试一下给长姐看吗 蓝瓷龜进了房间 在云和雨家的帮忙下穿上了嫁衣 穿着嫁衣的他与平日里迥然不同 云和不由地发出惊叹声 郎君您真的太美了 怪不得世子会对您倾心亲自求取 蓝瓷龜听见云和的话 心底有些好笑 莫长明可不是个肤浅的人 更何况那个人眼里 可能只有他的大脸 蓝瓷龜站起身 看着眼前嫁衣的弟弟十分欣慰 但又忽然想起什么 男男你心悦是子吗 蓝瓷龜看着他 变得有些担忧的眉眼汗手 闻言 蓝瓷龜放下心来那边好 长姐这次回来还给你准备了嫁妆 他从怀里掏出一张旨意一说给他听 莫长明一边交代着事情 一边拿上佩刀 雾村的事情要处理好 还有太子那边 苏林点头应付 只有温平在犹豫 看着主子真的有些忘了的样子 他决定还是提醒一下 主子您是不是忘了明日是成婚之日啊 他们现在可不在国度内 如果要赶回去的话 今夜必须马不停蹄地动身 莫长明配刀的动作一顿 他的确有些忘了 不想日子竟然过得这么快 忙了几天面上几乎都是疲惫 思虑了一下朝温平道 被马我今夜挡回去 他骑上马还吩咐着留在这边的苏林 那些事情你需得跟进 婚礼过后我会回来处理 苏林应下 其实这边的事情 他来处理也是没有问题的 交代完事情之后 莫长明就带着温平赶回国度 总算在日出前赶回了叶王府 大红灯笼挂满宅子处处挂着红筹 每个窗子上都贴着喜字 叶王妃差点以为他忘记了自己的婚礼 都让王爷去催人了 可看见莫长明疲惫的没眼时又心疼 进而你也真是以后成婚了要多顾驾 莫长明边穿着婚服边应导 他也明白让母亲忧心了 叶王妃没再说什么 心里只觉得等他成婚后自然会发生改变 而另一边的兰府 兰茨龟早早就被云河挖起来 开始让庄娘给他上庄 兰府和林侧君则开始招待宾客 府外挤满了前来围观的人都想讨喜藏吃 兰茨龟的院子内熙熙嚷嚷起了很多人 兰茨秒挂着笑祝贺他 祝二哥嫁得如意郎君 周围还有几个世家小姐和哥纷纷送上祝福 兰茨龟一一谢过 兰茨星站在他身后 用梳子帮他梳着头发 若是在世子府内受了欺负 一定要告诉张姐 长姐会是你的后路 不要担心歧敌 不要委屈自己 兰茨龟转身握住他的手坚定到好 兰茨星鼻子有些酸 他一直看着长大的弟弟要嫁人 对了这本书 记得看你不能任由世子来 长姐如母这些事情我虽然没经历 但是在军营中也有听说 初次总是受伤 你虚得在开始前做好准备 兰茨龟接过一看 好家伙闭火图 但这对于他俩没有必要 鞭炮声噼里啪啦炸得很响 身穿新郎官服饰的莫长明 骑在高头白马上 随着鞭炮声和迎亲队伍 敲锣打鼓地朝着蓝府而去 孩童跟在旁边笑着追队伍 看着世子仿若天人的脸 路上偷看的小姐哥都面红心跳 这兰二郎君真是享福有这么个夫君 不过说来兰二郎君的容貌亦是极佳 队伍浩荡荡荡地来到了蓝府 几个公子哥拦在府外开始为难莫长明 一手又一手的催装师 和射箭鄙视让那些个公子哥心服口服 蓝慈欣扶着蓝慈龟从屋内走出来 莫长明望向盖着盖头的蓝慈龟 世子会对难慈龟好吗 莫长明正色仿若在说誓言般 蓝将军请放心 莫长明一定会爱护好慈龟 蓝慈欣把蓝慈龟的手交到了他的手里 蓝慈龟正担心自己会因为看不见摔跤 不然就发现自己的手 被长姐放在另一个人手心中 莫长明的手比他的腰大 手心有箭也很温暖 被莫长明握着一路朝府外而去 蓝慈龟终究还是有些不习惯至嫁衣的长度 一个不小心踩到裙子差点向前扑去时 莫长明握紧他的手 搂住他的腰身将人拦腰横抱了紧 宾客都震惊了 世子与未来世子妃的感情真好 蓝慈龟抓紧了他的衣巾 多谢世子 莫长明胸腔震动了一下发出倾笑无碍 然后把蓝慈龟抱着进了花角 蓝慈龟坐在花角里面吃着袖子里的一块糕点 刚刚差点就掉出来了 接到新娘之后围观的人更多 希望来一阵大一点的风 最好能吹起新娘轿子上的帘子和盖头 队伍吹吹打打回到了夜王府 莫长明弯腰把他从轿子里拉出来 两人站在红筹的两边各自抓着一头 在宾客视线下一步步走进夜王府的喜堂 夜王和夜王妃坐在高堂上 欣慰地看着两人 莫长明提醒着蓝慈龟小心火盆 蓝慈龟跨过火盆 和他一起走进高棚满座的喜堂 一败天地 二败高堂 夫妻对败 主持之人大声高唱着 里程送入洞房 男人刚穿越就被坐到同孔式胶 被反派吃干扭镜后 他还把男人取回了家 看着莫长明的脚步逐渐靠近 然后站定用玉如意轻轻挑起盖头 蓝蓝抬起头 与他对视不由一笑 莫长明呼吸一致 这是他以后的世子妃 他们会像父王和母妃一样相敬如宾 一起走接下来的日子 他坐在兰瓷龟身旁 端过手中的酒杯 两人同饮喝金酒 又接过喜婆手中的剪刀剪下一缕发 与兰瓷龟的发丝一起放进锦囊中 没一会儿就有人来请莫长明去敬酒 出门前握了下兰瓷龟的手 我很快回来自己家中切莫顾忌太多 兰瓷龟敏唇有些耳热轻微点点头 带炫闹离去后 云和宇佳走上前去侍奉他 郎君是要先沐浴 还是要先用些膳食 你们也是陪在我身边忙活一天了 快来一起吃 云和正想摆摆手他们是下人 没想到宇佳已经接过兰瓷龟手中的鸡腿 塞到了他嘴里 吃得差不多后 叶王妃派来伺候的人也候在了门外 他们进来后先说些喜庆话 然后年长的嬷嬷开始说起叶王府的情况 我们世子呀最是洁身自豪 身边从未有过通房和士气 叶王只有莫长明一个孩子 说了好一些后便让他去沐浴 只不过等到兰瓷龟洗漱好后 莫长明还没回来 莫莫连忙遣人去问 这才得知世子本来都要来婚房了 却半路转个弯去了书房 听到书房外的莫莫来催使 莫长明才把手头疾手的事处理完 这才反应过来又赶往婚房 他坐在婚床上看着兰瓷龟轻盛道 拿二郎君我平时可能公事会比较繁忙 会尽到一个丈夫的责任 但是在感情方面可能 兰瓷龟立马接话 这不重要我也会尽到一个世子妃的责任 本来他们也是因为一场意外绑在一起 说清之后莫长明转身就去洗漱了 兰瓷龟躺在床上思绪开始混乱 其实莫长明处理事物不回来也行 那洞房花竹叶好歹可以混过去 过了一会便感觉到身侧有了动静 兰瓷龟很想闭上眼睛睡 但是莫长明忽然出声 夜里睡觉我不惜与人接触 今夜过后我很多时间可能会泄在书房 兰瓷龟意识有些昏沉硬了之后 没过一会儿他脚忽然抽动一下 碰到了莫长明的小腿瞬间下洗 兰瓷龟往里侧挪了一下 他真不是故意的 然后就听见莫长明问了一句 还会睡着吗 我听温平说做些夫妻生活可以促进睡眠 莫长明暗哑着声音问 所以今晚是新婚夜可以吗 兰瓷龟听出了前一子回应好 随后就被一双大手搂了过去 新手司机跃跃欲试再次上路 这次司机倒是比上次有了些经验 开车的时候也注意和车友的摸火 红竹燃完车停了 莫长明还把车袋去清洗维修了一下 看着昏睡过去的兰瓷龟 莫长明伸过去把他搂进了怀里 第二日 丫鬟端着洗漱的物品守在门外 兰瓷龟醒来时 他清楚地发现自己躺在兰瓷龟的怀里 腰还被一只大手禁锢着 深吸一口气 脑海里忽然想起莫长明说 睡觉不惜语言接触 正准备轻手轻脚从他的怀里退出去 没想到才出到手就被钻住了手腕 力道还不小兰瓷龟痛呼 莫长明一下子睁开眼睛 看见是兰瓷龟时愣住 然后放开了他的手腕 抱歉我警觉性较高 以后莫在这种时候触碰我 兰瓷龟揉了揉有些发疼的手腕 心里也憋了点火气 莫长明看着他有些气门的脸 再看看身上那些痕迹无措的解释 我给你拿药揉一下手腕 兰瓷龟白白手 差不多该去给王爷和王妃进城 在穿礼裤时还觉得某些地方酸呢 莫长明停下拿药的动作 帮他一件件把衣服穿上 穿好之后兰瓷龟后知后觉才反应过来 他俩角色好像反了 于是他看了一眼快穿戴整齐的莫长明 拿起了在备假期间挑选的玉佩帮他配的 莫长明看着眼前的兰瓷龟唇角微动 抱歉方才的话是长明失言了 轻轻拉住兰瓷龟被捏腾的手腕 递到唇边慢慢吹了一下 少使受伤母亲便是这么做的 兰瓷龟只觉得手腕被吹的地方有些发疼 抽回了自己的手腕已经没事了 莫长明瞧着他微红的耳垂 莫长明接过放在了兰瓷龟手心中 兰瓷龟望了他一眼还是比较细心的 随即莫长明走到他身边 接过云河手中的眉笔微微弯下腰 兰瓷龟吓得当即往后依靠 却被他固定住腰身 我见过父亲会为母亲描眉 想必这是夫妻的相处之道 他虽不心悦柿子飞 但是会和父亲母亲学习怎么与妻子相处 进到一个丈夫的职责 等到莫长明帮兰瓷龟好眉之后 兰瓷龟期待满满的看向铜镜 下一秒看着那毛毛虫式的眉 柿子画得很好下次别画 莫长明一脸不解 他觉得还挺好 云河有些好奇的凑过去一看 吃得一下笑出声 连忙过去帮着擦掉重新描了眉 莫长明站在一旁 看着他的画法颇有领悟 等画完后只听他说道 第一次描眉却又不当 下次不会画成刚刚那样 兰瓷龟叹了口气 其实柿子不必做这些的 还没等莫长明再说些什么 莫莫已经来催促静查事业 两人便一起前往东院那边 莫长明的速度走得很快 兰瓷龟落在了后面 温平看着大步向前走 根本没注意柿子飞的主子操碎了心 兰瓷龟看着他脸皱起来的样子 主动问你是柿子身边的侍从 温平嘻嘻笑起来告诉他自己叫温平 两人聊天时莫长明的身形顿了一些 兰瓷龟念了一下他的名字倒很好听 温平摸摸脑袋柿子给我取的 兰瓷龟还是挺喜欢这个温平的很好喜 莫长明心底有些噪音 停下步伐站在兰瓷龟身边 温平你话太多了 温平一下退到和云河并排的位置上 之后的路莫长明都是和兰瓷龟并排一起走 偶有走快的时候 他就会放缓脚步等一下 温平不说话后 兰瓷龟觉得这么走路有点尴尬 于是主动找话题 我能在府外做生意吗 这是他的身材之路钻步可费 就算莫长明有意见他也会去做 莫长明垂眸看向他 夫人这是你想做之事吗 兰瓷龟被他那夫人两个字喊的 心底像只小猫轻轻挠了一下有些样 对而且是一定要做 那边去若是有需要帮忙的 你告知温平 兰瓷龟有些受宠若惊连忙推脱 世子平时公务繁忙就不多打扰 莫长明却促紧了没 夫人我希望我们之间无需这般客气 我是你的夫君定是要做好这些事情的 兰瓷龟听着有些哭笑不得 这位世子爷还真是镜子 答应下来后 莫长明的眉头才缓缓松开 东院很快就到 叶王和王妃所在的正院中 丫鬟婆子候着 皆是恭敬向他们行礼问好 王嬷嬷早就看见两人同情 而来笑着人上去 世子爷世子妃来了 王妃早就开始念着了 这不让老奴来瞧瞧 兰瓷龟瞧着他还是很面善 昨晚也见过点头 莫长明很尊重这位嬷嬷朝他汗手 然后就带着兰瓷龟进屋 叶王妃看着两人并排 一起走来的时候 心底十分满意 总算解决了这孩子的终身大事 而且还是他自个儿喜欢的 想必要过了多久 他就能抱孙子或孙女了 这越想啊就越高兴 面上的笑一眼都掩不住 叶王也是很满意 看上去的确是一对闭人 莫长明和兰瓷龟两人 开始磕头敬茶 凤茶的人是王嬷嬷 莫长明先磕头 兰瓷龟接过王嬷嬷端着的茶 随着莫长明一起喊了生父王 叶王平时不苟言笑的脸泛起笑容 然后给他递了一个红风 好孩子日后与静儿定要相互扶持 兰瓷龟含笑接过 然后又接过另一杯茶 叶王妃满脸慈爱的赶忙接过茶 给了他一个金丝谈幕后 好孩子母妃盼着你能与静儿相知相爱 若以后静儿有欺负你的地方 尽管来找母妃母妃给你做主 然后还退下自己手上的白子如意文 金着戴在兰瓷龟手腕上拍拍他的手 自己家里不必拘束 兰瓷龟抬头看着这位王妃重重点头 莫长明却盯着他母妃握着兰瓷龟的手看 握很久了 两人起身后 叶王妃忽然问兰瓷龟 瓷龟小子是什么呢 总觉得叫瓷龟有些生疏 兰瓷龟坐在一旁到云南 莫长明当即出生 坠于以瓷云流水难归谱 叶王妃有些好笑地看着他儿子 生怕别人抢先一步似的 兰瓷龟桃花眼朝着莫长明一弯势子 莫长明道封静 叶王和叶王妃对视一眼 难得看儿子这副模样 用完善劲和嫩嫩要进汤宫 给皇上皇后那边也要请安奉茶 闻言 兰瓷龟有些期待皇宫还挺难得的 用膳食叶王瞧见有王妃喜欢的菜 肯自然加了一筷子放进他的碗里 莫长明注意到之后有样学样 但是他不知道兰瓷龟喜欢哪个菜 便观察了下 然后朝着兰瓷龟身块最多的菜叠而去 当菜放进兰瓷龟碗中时 叶王妃唇角的笑更是掩不住 叶王点点头好小子 兰瓷龟在两个长辈面前有些脸红多些狮子 莫长明听见这话皱了皱眉 但是此刻不是说话的时候 一顿饭用完两人便朝着皇宫而去 兰瓷龟发现莫长明一直都没说话 回想自己是有哪里惹这位也不高兴 但也仅反省了三秒便随他去 可在坐马车时莫长明忽然开口 可是我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兰瓷龟有些疑惑 夫人一直都换我为柿子 而且很客气的在与我道歉 说完又加了一句 父亲与母亲就不是如此 兰瓷龟有些无语 有些时候他觉得这个柿子还怪可爱 那你希望我如何换呢 莫长明没有说话 兰瓷龟便一个称呼一个称呼的事 莫长明的唇角随着称呼抑制不住的扬起 刚想说这个就可 谁知兰瓷龟直接说了句还是夫君 莫长明扭头朝他望去目光灼灼 那就夫君吧 然后握住他的手喊了声夫人 暧昧气息在马车中蔓延 兰瓷龟想要抽一下手 但是莫长明却握得更紧了